尽早醒来,我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种无尽的虚无感之中 我感到我好像已经远离了我窄小的床和满是白色纸片的房间 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自身存在更浅薄,空洞的世界 我所有的书,信,记录,全都消失不见了 就连记忆也只剩断断续续的片段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有目的地走 我的一切等待被推翻 以前,每当我要开口说话 我总会找到一本书帮助我 想出那些自以为是的观点 得到机会卖弄 沾沾自喜 但在这个世界里,全都变成陌生遥远的名词 连同我的存在,无人问津 没人再关心我的所觉所思 即便是我自己 我到底是有什么组成的 回忆几小时后 我发出感叹 上天确实没给这孩子一点天赋 没有赐予他一定点美貌 也没有一丝智慧 他就是那么那么的平庸 我担心 等我活到三十岁 我的故事是不是会被我写尽 我会日复一日地活着 正是一些既定的事实 而再也折腾不出一些新环样 但或许好处是 我可以很轻易地反抗了 标志性的日子 开始在我身上 模糊不清 像是被踩了一脚的蜡烛 生日 毕业典礼 成年 机身正式员工 以及 第一次想去死 第十次忏悔 第一百次呼救 二十六年间分裂出的 无数个过去和现在 我注意到一个汹涌的倒计时 你知道的 有时候 站得远一点看 很多事情将变得不一样 失败的 半途而废的 也变得像 一首短歌 一首诗 成功到像一场 预谋已久的阴谋 有时候我会觉得 自己可能会成为 除了自己之外的人 我本应该对自己的存在 有更多想象力 可能世界上 总有一间寿坊 为我准备 总有受害者 在等我拯救 总有一场冒险 标记在我的地图 总有一瓶胜利的香槟 为我开启 没有那么多想象力的时候 我就去超市 购买便宜 一大份的全麦面包 计算鸡蛋个数 买最便宜的肉 抹去或算进 价格标签上 任何一笔小数点 为贫穷 感到羞耻 为懦弱 感到愤恨 直到 不再向生活 发出挑战 是的 我本应该对自己的存在 有更多想象力 但更多时候 我像一只 有九条命的猫 一会儿 一会儿死 一会儿活 一会儿 半死不活 沉默 沉默 迎来大段的沉默 我怀疑 我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受害者 一个 等不到拯救的 受害者 那就让我可以被切割成很多份 每一份 都能独自唱歌 笨重的身体 随之舞动 轻盈地躺回去 闭上眼 开始相信我 日间消失的直觉 经得起敲打的 都将在我身上发声 我听到 有声音在对我说 记住 记住 就是此刻 此刻 此刻 体验它 感受它 抓紧它 感受它 感受它 如何 感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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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它